大家好我是隔壁老张 今天要继续来替大家来解惑 最近网路上有一些这个妈妈为了求子 发出了很多的这个紧急讯息 希望大家来帮帮忙 有一个这个不到高龄才30多岁的这个妇人 她结婚了12年 前前后后做了三次试管 一次是胚胎萎缩 一次是流产 还有一次是连着床都没有 她非常的沮丧 她每一次做试管取卵的这个数量 其实都还不错 可是怎么试就是没有办法成功 请到我们的崔冠豪医师来替我们解密 到底这关键是什么 医师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 其实不是高龄的女生 做很多检查 她都没问题 可是她一做试管 发现怎么直入怎么失败 到底是不是胚胎染色体本身出了问题 医师您在这个多年的看诊经验之下 是不是也遇过类似的案例 最后您帮助她成功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给大家看一个图板 其实35岁的人 她的这个胚胎的异常率也有大概四成左右 真正正常只有六成 我在瘾床上确实有碰到也是大概31、12岁 总是就是中不了 然后后来就建议她做这个胚胎切片 我们评估这个胚胎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外观长得漂亮 理论上她的灼床率潜力是好的 还有另外一套系统是染色体 正常与否 如果今天是染色体正常 外观又漂亮 这个是目前大概公认最好的胚胎 最容易灼床的 通常我会建议这个反复不灼床的 或反复流产的 即使年轻 PGTA可能是你的解套方案 不灼床不成功 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 你要先排除这个问题 你才可能想到是其他的问题 到底谁会比较适合来做这个PGTA 就是甚至说我一做试管 我就可以主动跟医生讨论 38岁以上 她异常率就已经大概六成以上 如果要能够让我们植入比较精准一点 减少植入次数 也减少这些失败的次数 也减少病患的压力 38岁以上到42岁之间 如果她的软量是够的 那她就有条件做这件事情 先把好的胚胎挑出来 那35到38就见仁见智 如果她失败次数多了 也是建议这样 还有一类就是这个 严重男性不孕 怀念这种做显微注射的病人 她的胚胎异常的距离 也会稍微高一点 那这类的病人 我可能会建议她要做这个胚胎切片 大家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 我其实做胚胎切片 并不是增加怀孕率 但是我可以增加每次植入的怀孕率 网路上还是大家会这边 人云亦云就说 做PGTA是不是会对我们的 这个新生儿会产生影响 因为大家对她的技术 还是会有一些迷思 会觉得说 是不是会伤到这个胚胎 我们做PGTA 是切我们这个 将来行人胎盘的滋养成 去做检验 不会伤到胚胎的本体 当然这也涉及到技术 如果你今天技术成熟的 这个胚胎学家 切的是很精准的 加上有镭射辅助 这么多年操作下来的 怀念力都非常好 这其实进步带来很多的便利 看过您的这个发表 在这个2021年的医学期刊里面 指出PGTA它甚至可以去降低 早产还有体重过低 新生儿的风险 PGTA是有这样的优点吗 这是统计的结果 PGTA代表一件事情 它一定是冷冻解冻胚胎 我在冷冻前做了这个切片 那我冷冻等待这个结果 正常的再放回去 冷冻解冻的胚胎病人 出生体重就是会比传统的 新鲜周期植物来的体重大一点点 应该是这样子造成的一个效应 十代的变迁 试管从以前到现在 到底什么样的疗程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试管的方案 最值得大家去做 最有效率的 三种试管应该是第一代 后来第二代有这个显微注射 我们能够克服一些男性不孕的问题 第三代就是我们有PGTA的能力 可以去筛查染色体正常以否 三点五代就是我们又去做了 着床视窗的检查 那第四代就是这个了 第四代大家可能没听过了 评估胚胎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外观 一个是染色体正不正常 那外观现在因为有 做时摄影的帮忙 连续的观察这个胚胎 培养环境不受干扰之外 又有AI人中智慧 评分系统 再配合上PGTA 加上一个染色体正常的胚胎 周床率大概65到70% 手上如果有两颗这样的胚胎 那就是王牌了 是 终极武器 最佳组合 很高兴今天可以找医师 来跟我们解惑这么多问题 大家不要在网路上乱搜那些讯息 如果有疑问还是可以去看过去的影片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